还记得在最近大热的电视剧《扶摇》中文摆大放,才华横溢,精通取义的汤芷蓉吗? 她就是艾莉娅饰演的,生活中的她鬼满精灵,热爱运动,浑身都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气息,来自内蒙古的她身上有着少数民族特别的气韵,洋气甜美的武官和清纯清新的气质,高条迷人的身材和大长腿,这样的她从衣出道,就引起大众的关注,造型解析,路肩吊带上衣, 哥恩包囤鱼尾裙 博莎吊带鱼尾裙,别让复古女人买香槟色的露肩吊带上衣,很好的衬托了亚洲人的肤色,博莎加上小碎花刺绣,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女人买,搭配上一条龙龙复古巨类的高腰格子包囤鱼尾裙,多了少女气息,清新减零,高腰的设计和包囤的效果, 把完美的身材表现得淋漓尽致,而搭配这样一双乐服鞋则少了一丝,隆重变得更为日常,有了鱼尾裙,谁还敢说你是男人婆,提到鱼尾裙,大家都会想到曼妙的身姿,迷人的曲线,要说对线女人买的搭配,那必须是鱼尾裙莫属了, 这种强款鱼尾裙的撒板有种扩形的效果,也很好的修身和腿部的线条,提高了腰线,优雅而迷人,包囤鱼尾裙最显女人买,但是这种修身鱼尾裙对身材可是挑剔,腹部有一点缺陷就会一览无余,相比较修身款还有很多的改良款, 让你在这住小缺陷的同时无限施展你的女人魅力,托拉板镜也是时尚,身为一个懒人想要穿的好看怎么办,一蹬就走的穆勒鞋简直不能太散,这种后脚跟可以露出来,而且脚只不能露出来的鞋款,不管是上班还是日常都可以穿, 吉姆内性感与优雅优雅于一身的穆勒鞋,你还不心动吗,没看过瘾,本周热门围抱你,就爱看乌军美与陈冲斗,三十年不业,大表姐和逊哥剪了同款短发,为什么?